嗯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給大家積欠已久的一個小系列 叫做QA系列 其實很多Youtuber就是 都會有一個這個系列 就是突破大概幾萬訂閱的時候 就會來一個QA 然後至少我們就是 突破了五萬之後 其實就是一直都沒有時間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可以來 把這個QA補給大家囉 那我們今天呢就收集了 我們眾多的花花公主們 以及網友們的問題 所以說今天來給大家做一些簡單回覆 並且會回答一些大家一些 很常問的基本資料 因為可能會重複問嘛 那我們今天就一併回覆給大家 兩人在一起多久了呢 三年半 七月的時候就要四年 所以三年半 好 好慘喔 兔兔的身高兔兔155公分 167 就讀的大學 我就讀國立東華大學 風駕大學 兔兔有別的分別的IG嗎 有 但很少在用 對 我們那個親愛天王星 就是為了親愛天王星 喔 有有一個新的 對 我們讓我們的角色 就是有一個新的那個Instagram 目前還是花比較多時間 在兔兔兔的ID上面啦 對 大家還是可以去追蹤我們的那個 另外兩個帳號這邊 會發官員比較有 跟我們自己有相關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喜歡女生的 又是怎麼確定的呢 比較不是發現什麼時候喜歡女生 而是應該說我第一次被女生吸引 然後跟女生交往的話是高中的時候 然後怎麼確定 我覺得這件事情一直都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性向是流動的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是心裡會比較偏向跟女生在一起 我覺得會比較自在跟比較輕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跟兔兔結婚 就這樣 你呢 喔 我也認同你這個點耶 就是其實是知道自己可以喜歡女生 有點類似這樣子吧 然後我也認同性上是流動的 因為其實我跟他都是屬於雙性戀 就是我們並不是傳統性戀這樣 所以是可以流動的 喜歡聽什麼歌 我平常都喜歡聽兔兔聽的歌 所以你要把問題丟給我 OK 我 我不同的時間聽不一樣的歌 就是早上起床的時候要聽早上起床的歌 然後晚上的時候要聽晚上的歌 開車的時候要聽開車的歌 然後我開車的時候通常喜歡聽那種 然後早晨的話我就會來一點爵士啊 或者是什麼 那種咖啡T style的音樂 對 然後偶爾又要來一點什麼下雨聲 還是什麼的 靈性的那種聲音 然後再來是晚間的時候喜歡聽獨立音樂 就是那種比較chill的 對 平常喜歡看什麼書還有劇 有沒有推薦的呢 不常都看小說 我其實不太看雞湯蕾的 我好混喔 但還好啦 因為我覺得看小說 比較能夠建立我不一樣的世界觀 就是會 會投入在那個小說世界裡面 然後劇的話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劇 最近才把那個 我喜歡看的書是 那種管理理論的東西 就是讓我知道有一些技巧這樣子 然後還有 最近喜歡看可能 跟靈性有關的書吧 然後推薦的劇喔 親愛的天王星 親愛的天王星 但我還是要講我自己喜歡看什麼 我最喜歡看的劇是 全力遊戲 全力遊戲真的很好看 最喜歡的甜點 你是多到說不出來 對我多到說不出來 就是巧克力系列的我其實都還蠻喜歡的 但我可以說我不喜歡的甜點 我不喜歡甜點就是那種 鮮奶油style的 所以我不太吃慕斯 我就喜歡一般的起司蛋糕 就經典的起司蛋糕 有多少個赤青可以介紹一下嗎 我四個 你有一二三四五 你有五個 你是不是少算啊 我這邊一個啊 就是我跟你一樣的 兔跟狼 狼的刺青 然後我這邊有個一半的刺青 就是把它雷射但沒得射掉 所以很痛 我把他算進去這樣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是 這邊的一個梅花的 梅花的刺青 跟後面的 喔我少算了 後面的全家福 跟側邊的一個字對不對 對 所以你是五個 C我就覺得我怎麼可能比你多 我也是五個 就是跟他的這個 Couple刺青 然後再來是我這裡有一個我的名字 然後後面有一個全家福 好對就是有我跟他 然後還有 還有大學去泰國寺的 跟雨三水的這五個 OK 兔狼的正職是什麼呢 我是電子零件業務 我是電腦品牌公司的 供應鏈管理 請問兔狼的感情觀 喔這很大欸 蛤這題真的太難了啦 我覺得我很在乎 就是對方要把我視為everything 也要一旦我發現我不是唯一的時候 我就會 不對這個人留戀 所以注意啦 對啊 You are my only and the one Yes 以前在校成績如何 普通 我就是一個中庸 偏後吧 成績 但是因為我比較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所以 遊客業有一部分時間花去做其他的 比如說那時候在夜市擺攤啊 參加校隊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欸 就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是分心在課業上 所以課業大概就是中下程度 嗯 我大學的時候跟你一樣 就差不多也是中後 然後也是花很多時間在社團啊什麼的 然後 然後當我那個 沿熱所的時候是學爸畢業 Yes 我沒有克服啊 他只有被強迫而已 對啊 那各種威逼利用 被強迫跟強迫別人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事情總是要被解決 你不是逼著自己做 就是逼著別人去做 對 所以從來沒有克服過 因為這是天性 好囉 不一樣 不同狀況下 有不同人比較工 就是你會很吃汗型 我覺得你是打嘴炮型的工 有打算做全職的YouTuber嗎 暫時不會 當初怎麼出櫃的 就是不給爸媽反應 直接說我要帶女朋友回家 OK 第一次分享我們的感情世界 嗯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也是就是我要帶女朋友回家 就回家了 就這樣 老了 每天都比昨天更老 對啊 但還好就是有一種 還好 我在最漂亮的時候遇到你 真的欸 我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 嗯 對 請問你們有簽經紀公司嗎 同時也有開自己的一間公司嗎 對沒錯 下個階段 我們來到了 寵物相關 貝貝跟妙麗幾歲 妙麗在兩個月十歲 然後 貝貝的話 現在是九歲半 比較喜歡哪一隻貓 粉絲說一定要選出一個 我喜歡妙麗 妙麗她是我的第一隻貓 從她就是送到我身邊的那個樣子 我就 她那時候就是在箱子裡面 自己搭車從高雄到台中找我 然後那個箱子的時候啊很輕 就感覺不出裡面有貓 然後也沒有聲音 我就想說她是不是死在裡面了 然後就趕快到一間寵物店 跟她講這個狀況 然後寵物店就也很配合幫我爸說的狗啊什麼 全部關起來門也關好 然後就說那我要開箱囉 所以我就開箱一隻貓 然後就打開之後 就打開然後妙麗就躺在裡面 然後眼睛大大看著我 好可愛喔 她那時候很瘦 然後狀況就是不是太好 然後最讓我心疼的是 那時候我家是磁磚地板 她走在地板上腳會這樣一直打開一直打開 就是沒有踩過平地的那種感覺 對就很可憐 然後到現在養的這樣 很傲嬌 對 我喜歡哪一隻貓 既然如果你喜歡苗麗的話 那我就喜歡貝貝 因為她很黏人 然後她很忠誠於我 就跟她一樣很忠誠於我 會想要養除了貓以外的動物嗎 她想要養一隻狗 我們想要養一隻邊境牧羊犬 可是因為我們家裡空間太 就是我們絕對不夠給她用 可能有些人覺得夠給她用 但是我們覺得 要讓她過得幸福的話 希望可以更大的空間給她 所以說我們覺得 可能以後吧 等之後再說 頻道相關 請問兔女郎名字的由來是什麼呢 就是她之前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就被叫兔兔了 然後小狼 小狼是她取的 然後就是兔跟狼 後來就是兔女郎 對 拍片的初衷是什麼 為什麼會想要開YouTube頻道 我們一開始其實就是 從Instagram出來的 然後那時候上Dcard 有一篇文章 所以那時候就比較多人知道 然後可是 很多人去follow我們的IG 然後看我們的文章 就覺得說 可能把我們自定印象成哪一種人 不是他們是遇到我們之後 都會說 欸你們跟 怎麼跟 IG上差很多 不一樣 對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可能平面的跟文字的 尤其我們有講一些不太震驚的 的東西 就是比較是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所以比較難讓人家了解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後來才想想 嗯 那我們應該來拍影片 用影像的方式去 讓大家知道 我們平常講話就是這樣 真的不是因為 那些文不是掰出來的 好來 再來做YouTube的時候 有遇過什麼困難嗎 拍片跟生活之間的 有時候很難分清楚 就變成說 你要放鬆的時候 又想著 現在景色太美了 應該要拍下來 是不是應該要拍片 這樣子 就會有這種掙扎 對 生活跟工作不平衡 對 粉絲許願主題 第一個許願的是 新家Room Tour會拍 可是因為真的還在整理 因為我們 其實太忙了 然後就是 家具一樣一樣到 然後我們一樣一樣整理 什麼的 所以還有一個部分還沒有整理好 等到整理好之後就可以 可以給大家拍一個Room Tour 第二個是職場穿搭 你要拍嗎 好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職場穿搭真的超無聊 大家有上班 應該知道就是 就是你看你的同事 穿什麼樣子 我們也差不多的樣子 對啊我們平常上班 沒有再走網美那一套 對對對我也不會穿什麼 很正式的不會 我穿得很隨便 就是一件 一件襯衫 然後一件緊身褲子 或者是 寬褲 或者是裙子 對 而且他上班真的 就大概那五套在換而已 對 你就覺得感覺很像他有制服一樣 對對對 因為我不想花時間在想上班衣服 欸我只想說 那其實就跟 IG上面大家看到差不多 因為我可以穿得比較 casual一點 所以我平常也會這樣穿 再來是狼的廢片 欸好啊 我就幫大家答應 你要拍一些廢片啦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就用你的視角拍的Vlog 好不好 你看大家都知道 每次都是用我的視角拍的Vlog 你不要再休息了 你不要再有才華啊 不用不用 好來感情類的主題 會 一直都有 高度放閃的影片不會 因為我還要上班 我要拿我的專業出來 不然我們沒辦法 邊上班的時候 邊讓就是 你的供應商啊 你的客戶啊 就是你的同事就是會看 心裡想說 我知道你昨天氣得很火熱喔 對啊 你不覺得這樣子會蠻就是 赤裸的嗎 我是因為有其他考量啊 對 怎麼保養肌膚的 我們會用4real的那個面膜肌 我那台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超好用的 然後搭配面膜 大推使用好不好 然後重點其實是在保濕 重點在保濕 兔爺小織女的穿搭 會拍嗎 可以拍啊 只是我怕我 我怕我做的不夠好而已 這是一個有可能會 有可能不會的答案 我只是沒有太有信心 好 新手拍攝VLOG 攝影器才推薦 可以啊 這可以做一個 再來是戀愛跟淒淒相處 第一題 覺得對方最大的優點跟缺點是什麼 優點就是有耐心 缺點就是很愛徒勞 我覺得雷還好 我覺得艾托拉比較不行 他的優點就是很萬能 缺點就是很沒有耐心又愛生氣 第二點 誰的戰猶豫比較強 我覺得你也不遑多了 真的嗎 有嗎 怎樣 我只要拿手機或爆帽 你就會說為什麼不來找我 兔狼交往前有跟男朋友交往經驗嗎 有 婚後對方做過最讓你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想不到對不對 對啊 我想不到怎麼辦 我們就是每天都很浪漫 就是沒有那種好像一定要做一個特別突出的事情啊 對啊 我覺得每天有時候小日子都過得很滋潤了 維持感情的秘訣 平常的時候就要很甜了吧 就是那種甜蜜不一定是要有儀式感的 比如說我們在家裡就會經過對方就是會抱 或者是摸一下 或牽牽手手啊 然後會有我們自己的語言啊 欸這個影片好像是不是有拍過啊 哪一支啊 感情增溫的方法之類的 對對對 吸吸感情增溫的方法 沒關係我們會放連結 點下去就對了 傳授寵妻秘訣 你就是想辦法對他好 把你的世界給他然後 讓他像個公主一樣 這是寵妻秘訣 那實際上有哪些作為可以看影片 好我都怎麼撩妻 撩妻就是 想辦法把所有一切都繞到他身上去 然後稱讚他 嗯 可以看我們平常的IGPO文 還蠻多對話都是在撩妻路線的 有沒有吃錯過 有他有他很長 每次抱抱那個貝貝只要在我身上 我覺得飛撲卡在你們兩個中間 好討厭喔 超級討厭的 爽啦 沒有欸 對啊 還好啊 反正結婚之後也很自由 對啊 有動過分手或離婚的念頭嗎 每次他那個很生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好難跟他分開 可是你都沒有這樣出來 遇到不順心的事或低潮會怎麼做 旅遊 放鬆 對啊 有沒有價值觀差很多的時候是怎麼解決的 沒有 不太有 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真的很一致 對 除了角色扮演之外 如何保持愛對方的心 就是時不時覺得他很可愛啊 然後時不時要撒嬌啊 然後一直戳他 對啊 你好可愛喔 要做對方喜歡的事情啊 這樣子這樣子 對對對 兔跟狼誰比較澀 嗯 我覺得是你欸 我欸 你太吃汗 我有承認 可以重來希望在幾歲遇到彼此 我覺得還是維持原來 原來樣子我不想提早 我覺得提早沒有比較好 對 兔都出差的時候狼都做什麼打發時間 請看那個 出差的影片 耍片VLOG 耍廢VLOG 耍廢VLOG 對狼的廢片那一組 對 在一起之後最常多久沒見面 差不多就是你出差那時候一周吧 對 下來會跟各自的朋友出門 但不洗半嗎 不太會欸 除非是我工作的時間啦 就是工作 比如說跟客戶朋友吃飯的話 才不太會 不一定會洗半 因為上班時間 但假日的話通常都會 覺得婚姻對事業是阻礙嗎 不會啊 不會 好 怎麼樣讓另一半放心 對別人都保持一個 朋友的距離 誰看都是朋友 你們兩個之前就是 沒可能的時候 你可以拒絕這些 所以 誘惑的話 就可以讓黎穎班 放心 好 再來下一個 主題 未來規劃 有想要生小孩嗎 預計什麼時候 比較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會生小孩 預計很快 就是可能到 三十二歲左右的時候 快要倒 所以最近其實我們開始在 看怎麼樣去動軟啊 什麼的 就是在留意這些事情 其實你看 三十二歲不僅僅三十歲 就是現在真的要準備 因為 代表一年後必須要修院 我才有辦法三十二歲生小孩 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我覺得我真的還好 對啊就是小孩嘛 對對對 未來會辦粉絲見面會嗎 會 會 很近的將來就會 其實在疫情爆發那一年 本來要辦場地什麼都找好了 然後結果就疫情爆發 所以才取消之後 等疫情比較緩和的時候 很快就跟大家見面了 那是吧 有考慮開Podcast嗎 嗯 以前我可能會說考慮 但現在我不考慮 蛤為什麼 我就是還想叫你開耶 為什麼 你可以念那個故事給我聽 好累喔 幹活 而且你在念故事書耶 故事書我幫你準備好了 最喜歡跟對方一起做什麼事情 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黏在他旁邊 所以做什麼事情對我來說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他旁邊 我喜歡出去約會 但他不喜歡帶我出去約會 趕快順便抱怨一下 什麼時候認識Aro跟Lu的 怎麼認識的 我們跟Aro認識是 一起當電影的靈驗 Lu好像也是差不多那個學後人士 如何保持身材 少吃多動啊 給過對方最大的驚喜是什麼 好難喔 我覺得你比較難夠驚喜 因為我好像蠻常看破你的 然後你自己也藏不住秘密對不對 好啦好啦好啦 怎麼規劃我們的休息時間 就是耍廢 然後有體力就出去走走 天氣好就出去走走 天氣不好就在家裡耍廢 想要到哪裡享受退休生活 華蓮 就是你要抓緊時間睡覺 偷不眠 比如說午休時間 像我之前就是工作的時候 午休的時候我就不吃飯 我直接睡覺 然後我會先準備好消點心 睡醒之後再開始吃 就是吃那種超快速吃的 不要像一般人吃半小時啊 然後聊天啊 沒有時間 B群更重的維他麵一定要吃 會在意公司同事 或者是熟人討論我們的頻道嗎 會不會影響升職 還好欸 我主管不知道就好啦 他居然知道會怎麼樣 我覺得重點還是專業吧 對啊 知道又如何 不知道又如何 對啊 私下會用英文溝通嗎 常用的詞語是什麼 會 偶爾會用英文溝通 常用詞語 沒有常用 不一定 對 公司知道我們已婚的身份嗎 知道 2021最想去哪裡旅遊 想去的地方好多喔 我最近都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最想去哪 韓國 該補貨了 會想要拍天王星第二季嗎 多少觀看或什麼條件才會拍 就是只要有資方願意投入 資金就會拍第二季了 除了《親愛天王星》之外 有考慮拍其他的劇 有劇或電影嗎 錄起來是以《親愛天王星》為主 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故事還沒有寫完 嗯 對 想把《親愛天王星》先告個段落再說 對啊 最合我們胃口的角色在《親愛天王星》裡面 你知道我選 我搞不好選 Ru這個角色欸 我覺得他就很做自己 Ru 嗯 對這個角色好我喜歡 對 演員什麼時候要大合唱啊 就是已經在籌備當中了 就是錄音室啊 什麼的 準備好之後就會 就會 就會重新唱過 有考慮要拍我們的故事嗎 就是你知道 關於《兔本郎》的故事 沒有欸 你有想拍我們的故事嗎 沒有 因為我們又不是什麼偉人 你知道 因為會不會人家拍故事 不知道那都是什麼 類似人物傳記啊什麼的嗎 對 對 就百萬以上啊 不用想了 你們如果 自己網路上都查得到一些器材的製作費 你可以先把器材租借費算一算之後 再把 再算人的費用再算一算 對 自己可以抓 《親愛天王星》會出小說嗎 有可能欸 有可能 就看他了 對 可是我還要念那個 故事 我可能沒有時間寫小說 兔狼可以現場輕十秒嗎 不可以 求去那個去骨雞翅的教學 我覺得可以 好這個可以再排給大家看 想看不要生氣的舞 欸 不要生氣有舞嗎 沒有 那你要編一個嗎 好我再編一個到時候再發給大家看 在下面好不好 我們花花公主都會固定有人在下面告訴大家群組的資訊 對花花公主的想法 就很謝謝大家 特別是在《親愛天王星》的時候大家給我們的支持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特別是那天林彥就是一直陪伴我們到這麼晚這樣子 嗯 無限的感謝啊 包括燈上啊什麼的 都是在我們最需要大家給予一份力量的時候 大家就會集氣一起幫忙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是 雖然就是每個人出一些力量 但集合起來就是很大的力量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很幸福有大家的支持跟喜歡 是的 好那我們今天Q&A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大家可以嗎 可以啊 要拜拜啊 你要拜拜 吐巴說拜拜 拜拜